回到台灣個人最新的現場 事情整個學運16天 最最最最辛苦的叫做基層的員警 我們看到最新的現場連線 江一花院長來慰問基層員警了 我們鏡頭交給戴秋蓉 好的 新軍院長江一花 今天是特地來到了警政署 來慰問這些辛苦執勤的同仁們 那麼表示呢 因為從318開始 已經是動員了30幾個單位 將近7萬多人次的警察大軍 來維護秩序 以及接下來一些相關的勤務處置 那麼他表示說 希望這次的學運能夠儘快來結束之外 他也表示為警察同仁教區 因為對於外界將323的這一場行動 定調為所謂的血腥鎮壓 讓他們覺得是無法接受 我們聽看江一花的說法 全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的行政中樞 可以在被民眾侵入的情況之下 而不採取驅離的行動 當然我們也知道 從畫面上看到 有部分的少數民眾 在這整個驅離的過程裡面 受到的傷害 甚至流血 這個是我們覺得 警察同仁的教育訓練部分 必須要去加強檢討的 可是就整體來講 當天晚上幾千名的群眾 那麼你可以看到 那麼行政院長特地是 帶了30萬元的加菜金 要給這些辛苦的警察同仁 來加菜之外 也特別提醒 要他們多多注意身體健康 因為從318學運開始 陸陸續續有一些遠景來支援之後 身體發生了不舒服的情況 甚至有同仁還有中風的情形 讓他覺得非常心疼 那麼他再次的強調 政治的事情就交給政治場域的人 去處理 再度表達對遠景的辛勞 感謝以及心疼 以上是目前真情形 現場交還 邦尼出播 好 我們謝謝記者戴秋榮 帶我們看到 這家音化院長的慰問 繼承遠景了 但是這些的慰問 能夠化解他們的辛勞 真的不能 事情趕快結束 大家趕快回去的休息 還記得在苗栗 這位遠景 現在昏迷指數只有3 昨天錦南大學的教授 葉宇蘭老師 在我們節目當中私下說 狀況其實並不好 誰都不希望這個事情發生 但他持續真的還在發生當中 因為異常不清空 這個問題就不會來解決 好 異常持續不清空 這該怎麼辦呢 我們剛剛聊到 那這些學生們 就是不退 就是不退 那今天呢 要進行所謂服貿主導審議 也是不接手 所以這個林委員 這個就是一個僵嘛 那僵在那邊 像現在很多人會說 你們警察權要用在什麼地方 怎麼會也沒有辦法 以法來制報 那麼現在呢 裡面的人趕不出來 外面的警察 也不敢執行公權力 把員警累了半死 那怪誰 這個因為是在國會裡面 國會被佔領了 所以這個警察也好 總統也好 院長也好 行政院長也好 大家都不敢動手 對 不敢動手 那國會你自己要管理你自己嘛 所以他大概不方便了 那現在為什麼一直都有僵局 因為這些學生結局升高 他們的要求 你看這個 這個最早的時候 亞洲週刊你看 我這兩天收到 他講75%的台灣學生 要求著條審查 那你為什麼現在有改變 首先建立法治的這個監督的機制 然後現在又要求召開什麼 什麼憲政的什麼博士會議 那你一直在加碼 那是 那怎麼吃得消呢 我導致很好奇 我今天遇到柯建民 他敢講 旁邊有別人 我就敢說 我問他這事要怎麼聊 他告訴我 你不要擔心 我說你今天早上為什麼 你們又去霸佔了九樓 讓這個會沒有辦法開成 他說 我擔心打架 這是為了大家好 為了大家不要衝突 所以就讓會開不成 你們去破人家水 讓會開不成 去鎖門讓人家開不成 你要找個理由說 原來是為了要大家 這個照顧立法院的形象 不要打架 是你們要打架 不是我們要打架 是你們不要開會 是我們要開會 對不對 他接著講一句話說 沒有關係 我今天想到一個方法 這很快就會結束了 好 我現在要替柯建民講 你說話已經替你講了 很快會結束 你是指一個禮拜之年 還是一個月 我就再替柯建民 一個禮拜 講出這個問題出來 我要替警察講幾句話 警察很可憐 這很多起來 從外縣市調過來的 台北市 新北市 外縣市調過來都一樣 你知道他們已經好多天 沒有休息了 那你問到立法院一個警察 你說好像睡多少 睡兩個小時而已 對不對 然後現在從中南部調來 這些警察在哪裡 這邊沒有大的營氣 可以放他們 只要弄到石牌去 你知道嗎 多少個人才用一個洗澡間 我就接到一個電話說 八九百個人只有五個洗澡間 怎麼洗澡 我就趕快跟行政員打電話說 你們叫人家來至少給人家洗澡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警察也是人 警察的太太們 好幾天沒有看到他們的丈夫了 孩子好幾天也沒有看到他們的爸爸了 我的選區的民眾 曾江街這一代也好久都沒有好好睡一場叫了 請這個社會 大家要講出正義之聲 不要姑息養奸 不要寵壞了這一批 該被打屁股的小孩 但是現在整個社會的氛圍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剛才委員在發表他的看法同學 但您看到了 昨天是一個非常好玩的現場 民政你們昨天在現場 但是看得出來一定是那個 袁警在中間隔人牆 把你們分為惡 免得兩兆人真的會有衝突 然後你們會不會錯亂 很多觀眾朋友都說很錯亂 因為到底袁警今天是在擋誰 他擋的是合法的人 保護的是那非法的人 為什麼這前後的八天 我們的這些學運學生們 對警察的看法是完全相反 昨天要求警察好好保護他們 之前說警察是國家暴力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 我們在這次試驗中 所謂公權力跟道德被徹底的毀壞 這些學生之前痛罵說 國家暴力鎮壓 今天又報警說 要求警察保護他們 那我要問這些學生 假設今天所謂的國家暴力不存在了 那會變成一個怎麼樣的社會 我們看今天的伊拉克或阿富汗 就是這樣 國家的權力沒有辦法伸張 最後大家就從領法則 各自為政 我看你不爽我就汽車炸彈 我看你不爽我就開槍掃射 這樣的結果是我們人民的幸福嗎 如果說我們希望一個社會能夠和諧 那適當的國家要一定的威信是必須的 你們不能夠再傷害國家的威信 也不要再破壞社會的道德底線了 但是這個說都很容易 但是現在是在台灣完全都看不到也做不到 所以郭教授這樣子的發展下去 一個學運我們說學生們對國事關心很值得 應該這麼做 但是現在破壞的法技的問題 這個傷害以後很難補回來 我一直講一個觀點 這個叫大人擺爛學生受困 這個林玉芳剛剛那段我非常同意 除了那個打屁股那一段 那個事實上他剛剛那段就要開記者會說 這個就是製造不同的社會壓力 比如說警卷警察很痛苦很辛苦 這事實 事實上主張學生應該離開立法院的民調也在上升中 我昨天看到一個民調 已經升高到48左右 蘋果是最支持他們的也將近40 所以這個聲音他們知不知道當然知道 知道就不要整天都說要把人家打屁股 人家也要有台階下 對他還不好嗎 所以我就說本來大家預期好 黃玉琦那個案送到行政院 用急速件送到立法院禮拜五 就這個禮拜五 用這個禮拜五 坦白講民進黨也是有點被綁架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下台階 也希望議會能夠開始開會 因為不是只有這個案 立法院不是只有福茂 多了很多案子 都更案就有一千個案子在排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都想用禮拜五 是不是可以順勢朝野協商 給王晉明一個面子 所以這個禮拜是不是可以善聊 本來大家是這樣認為 結果我又聽到說這個禮拜五剛好放假 真是要命 所以變成立法院要不要召開一個拜託 開個臨時程序 我對正要講的話我都很贊成 那我講一句話 這些孩子們會撐這麼久 其實很多不是孩子不要再講 孩子也已經三十歲了 還躲在學校的保護之下 三十歲還沒有唸出來 對不對 可見你只會丟鞋子在那邊亂鬧而已 不好好讀書嘛 讀了三十歲還在唸說字班 我要講一件事是這樣 你們現在民進黨淪為什麼政黨 講給我聽 你們替這些學生去擔任守衛 擔任保全 擔任保鏢 守住替他們守每一個門 讓警察沒有辦法進去執行公務 一個全國性最大在野黨 曾經執政過未來很多年以後 也有可能會執政的民進黨 你們現在淪落為什麼 打手 還是保鏢 還是保全 我跟妳講民進黨立委 這樣做法是很不對 但是我也很同情他們 我今天遇到一個民進黨立委 我就不要講他是台北市 還是新北市 就是北區的立委 北部的立委 講一句什麼話 我說你們怎麼搞成這樣子 不是践踏了自己的尊嚴嗎 立委不能進議場去開會 你知道他怎麼講嗎 叫馬英九趕快採取行動 我們都快撐不下去了 快累死了 為什麼 他們要排班替學生去當保鏢 所以我要講一件事 這些學生不是被寵壞的嗎 如果你當老闆的 你覺得這些學生的行為 可以這樣被縱容 以後你的職員 用這樣手段對付你 你就不要後悔 當父母親了 我要提醒你 如果這些學生的行為 可以被原諒 以後你的小孩這樣對付你 你也不要去抱怨 就是這樣 所以明顯 我們說這個一切都 亂的套的情況之下 看到我們剛剛講的 很多綠軍的心聲 很多來自於議場的 學生們的心聲 大家都想要結束 那為什麼還撐在那裡 大家都想結束 問題現在找不到下台階 到底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從氛圍來看 330的凱道遊行之後 其實那個已經能量 血運最大能量爆發之後 其實慢慢整個 你就長期來觀察的話 其實社會運動 總是會往下掉 不好意思我們趕快看 來自於國民黨黨部 最新的一個連線 現在又激動起來了 為什麼警方要舉牌了 我們請黃淑文 來帶您來關注 淑文請說 好 各位觀眾 現在在國民黨中央黨部 是總統馬英九 現在在裡頭開這個中常委 而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外頭 也聚集了40到50位的學生 要來呼口號給總統馬英九聽 而就在剛剛他們到現場的時候 是來自了全台灣各大專院校的學生 40到50位是由高師大的成衛同學來帶領到 那麼他們因此要在這個前面 喊口號給馬總統聽就是希望可以先立法 後審查這個服貿協議 那麼剛剛他們學生跟警察 也發生了一度的衝突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好我們可以看到學生跟警方 是發生對峙以及衝擊 因為這個學生是由這個高師大的成衛 大四的學生生物科技系大四的學生來帶起 他們在這裡呢是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對面 意見區來發表他們自己的聲音 由40到50位由中山大學以及中間大學 以及高師大以及高音大還有世信大學的學生呢 以及這個律師賴中強呢 他們一起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 因為今天馬總統就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裡頭 來開中常委因此呢現在有非常多的學生 來到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來聚集喊口號 他們希望能夠先立法後審查這個服貿協議 而且他們除了喊口號並且發生推擠之外 他們也說不排除明天在中午以前呢 會到這個群銜樓立法院的群銜樓 來集結再一次的抗議表達他們的訴求 而在兩點半過後呢這些學生呢 他們也轉往了其他的地方來再次表達訴求 那麼稍後最新情況我們也隨時為您連線報導主播 好這是我們的記者黃淑文 帶我們看到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的這新情形 我們要告訴您這群的學生呢 跟在立法院學生不同一掛 他們叫做民主黑潮學生聯盟 這些學生們是現在是各自有不同的做法跟想法了嗎 我們待會回來